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豆画风清奇 粉丝里也有高人 前天还有人在自家窗外放了一张提示卡 上面写着WiFi账号和密码 欢迎热巴免费用他的WiFi 这种用WiFi套爱豆的方式真是六道飞气呀 亲爱的客栈自从来了一只动感小猴子 大家就开始了更加凶猛的护黑日常 在最近曝光的花絮里 小猴子为了缓和季灵晨和看青子的情侣斗嘴现场 不小心说错了话 小小得罪了涛姐 原本在给老公贤惠按摩的涛姐也不甘示弱 马上现场靠死了一番 小猴子和男票秦俊杰的秀恩爱场景 跟闷瓜似的你说两个人在一会儿也不吵架 对 两个人不说话 闷瓜是吧 老公他说咱俩闷瓜 我不是 然后他男朋友什么时候看到 就搭带来叫他男朋友就这样 娘 我都放心 就这样 娘 哪有 然后他就是 就这样 就这样 小春春 就这样 是不是 你娘一个小就捶你胸口 嗯 这套捶胸口的杨是修舍小拳拳 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 有网友发现 之前杨子也曾经对竹马张一山 动用过这个大招 打得张一山连连后退 果然是独门绝技呀 那边 虽说涛姐在现实生活中是闷瓜贤妻 但是在敏玥传中可是复黑太后啊 最近网上还曝光了十年前的敏玥姐妹同框旧照 涛姐穿着金色旗袍礼服和潘红奖前期合照 没想到在合照中孙丽意外入境了 据说丽姐当时刚领奖从舞台上下来 正赶上后台群星合影 才意外出现在了这张旧照的背景里 不得不说缘分真是妙不可言啊 正爽的新剧绝密者 简直就是一部百变小爽换装剂呀 昨天晚上曝光了爽妹子在剧中的第N套造型 长裙外搭黑色大衣 白手套淑女又优雅 头上的南瓜帽俏皮活泼 灰色的脸裤袜显得小腿更细了 美腻爽就这么靠在了路边的糕点车上 一手插着腰认真的背剧本 在网友曝光的路透视频里 爽妹子还扛枪出巡 身子灵活眼神犀利 真正开枪的时候也没再怕的 这么大的枪声根本吓不到演员爽 只是撤退时的小碎步 出卖了他巧可爱的一面 然而帅不过三秒的爽妹子 很快又被拍到一张被烟熏到 而苦着脸的照片 贡献了新的表情包素材 看来不管换多少套装备 他还是那个萌萌搭爽妹子啊 像志环传和如意传这样的古装后宫大戏 男性角色除了皇上和各位二哥 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公公们了 而如意传还没开播 一位公公已经被迷妹们提前预定 得到史上颜值最高公公的称号了 他就是由黄又明饰演的李玉公公 这位黄又明小哥哥是不是还挺眼熟 他可是曾经在《山山来了》里 饰演温柔高富帅和张翰赵丽颖搭戏 还悄悄俘获过颖宝的芳心哦 而且他之后也会在大秘密的新剧《扶摇》中出现哦 如意传的公公都长得这么帅 可以说是颜值良心剧了 不仅是演员颜值在线 幅画上也是高度还原历史 据说娘娘们为了靠近角色 还特地扎了六个耳栋 真的是拼了 不会去找那种讨好观众的颜色 而是把当时的一些比较历史的服装 跟情绪还原给大家 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在拍照的时候 有做了很多功课 包括去看以前历史的画跟照片 我们发现那个时候的人拍照是不孝的 剧组还按照清朝的珠宝礼仪 帮演员戴上各种金银珠宝耳环 甚至还有妃子为了还原满足父女 一耳三前的习俗 一只耳朵打上三个耳洞 细致程度让人大开眼界 除了服饰上还原历史 周公子在节目里爆料 他还会特地跑去故宫参观 真实地去感受如意当年生活过的痕迹 听说周勋这次演如意转之前 还专门去故宫转了一圈 找出感觉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可能就可以把感觉放到如意身上 那可能他的性格 就都是融合在一起 如此精心雕琢的良心剧 除了打高 大家也就只能日常催播了吧 在上期演员的诞生里 周一维和尹正两个 颜值演技炸裂的小哥哥 成功获得了台下和电视机前观众的一致好评 而一直被网友说是 比阿月还要严格的评委张子怡 因为周一维的出现 第一次露出了花痴少女般的微笑 这周张娘娘和一维哥合作的胭脂扣 就要播出了 今天张娘娘自己就在微博 发了他们俩的剧照 张娘娘穿的那身粉花旗袍 勾勒出她的绞好身材 一头复骨全发 插着粉色小花簪子 妆容优雅妩媚 一举一动都超有韵味 周一维一身黑袍 贵公子气势十足 两个人慵懒亲密地靠在踏上时 简直是株连闭合 这样的十二少和如花姑娘 真是让人期待到挠心肝啊 说起张娘娘的气场 那可真不是盖的 曾经与她对过戏的小凯 到现在还心有余震呢 所长已经准备好 荧光棒和扩音器 就等着给两位大佬 周六尖叫应援了 你们也不要忘记 锁定腾讯视频综艺频道 观看演员的诞生哟 明星上娱乐新闻不稀奇 而赵薇和黄友龙夫妇 最近却上了央视法制节目 这对明星夫妇 因为收购万家文化 信息披露违规 受到了60万证监会罚金 和市场进入的严格处罚 一时成为市场的焦点 原来龙威传媒 居然是一家空壳公司 之前看到的热闹繁荣 全都是泡沫啊 证监会调查后认为 在股权转让过程中 龙威传媒通过 万家文化发布的公告 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及重大遗漏 对市场和投资者 产生严重误导 不仅如此 央视特邀评论员 还提到一种可能 购买赵薇夫妇公司 股票的股民们 很有可能拿起法律武器 将赵薇夫妇送上被告席 所长真是听着 就觉得背后一凉啊 虽然引来许多争议 但是前几天好友 黄晓明的生日party 赵薇心情似乎没有受到很大波动 仍然没有缺席 看来这必须是非一般的交情了 并且当天参加party的 还有国民老公王思聪 小四郭敬明和黄毅 李冰冰两个大美女 不得不说小明哥的圈内人员 是real好啊 1 kiss 无聊不用怕 哥带着你抱怕 谁高级的男生都被我笑到怕 任何无知有应由我称霸 这是人民也受派的icon 拥有你 我就什么都不缺 穿得挂的 Bring ring 我都不学 I got my face I'll need to fight 4 kiss one night girl 你只要缝着谁 Yeah I'm okay 有人心动就有人心碎 I won't let you fall girl I'll need to stop